現在我們可以做回港議 或者稍後公布的來港議 因為內地的風險嚴控是非常嚴格 也做得很徹底 很精準 所以我們可以先單方面讓香港的居民 在內地免檢疫回來 然後下一階段就是讓內地的非香港居民 都透過來港議一個配額制度 同樣滿足了我剛才說的條件 可以來香港 起碼有些人員的流動 我們去內地怎樣呢 現在只能夠說 都是在不斷探討和磋商的階段 內地當局並沒有定下很明確的基準 究竟在哪種情況之下能夠通多少 有多少人員可以往來 哪一類人員可以往來 但我可以很確實地說 都是離不開以下兩個起碼的條件 第一就是本地的疫情要控制得非常之好 當然希望達致清零 清零當然不是表示一個個案都不可以有的 輸入個案是有時候無可避免的 第二個一定是疫苗接種的 因為這是全世界的標準 我今早看到電視也說 內地的疫苗接種速度提升 提速得很快 現在應該是超過五億劑的疫苗接種了 所以它一定會同樣要求要入內地 都要是那些居民都要有疫苗接種 所以這兩方面一定是我們未來工作的重點 至於疫苗接種率的提升 是否可以提出一些經濟的誘因 我們希望這些經濟的誘因 都是由私營機構或者僱主提出比較好 真正說拿現金或者一些實物出來 去鼓勵疫苗接種 我覺得這個不是很適合由一個特區政府提出 事實上在今天來說 越是用這種手段由政府提出 可能還有反效果 所以我在這裡表示 如果作為全港的僱主 無論是大企業、小企業 作為商場的業主 如果你都想刺激消費 有沒有方法可以趁此機會 都是鼓勵香港市民去接種疫苗 因為最終接種疫苗除了戶幾戶人 都是令到我們的社區可以盡快回復正常 亦都令到大家很期盼的人員的往來 是可以盡快落實得到 形容量最新的強方 過程 自己原本線 不是很鼓勵 有人想打開 你一定是可抵抗的 為那些是可抵抗的 是可抵抗